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有些不同的 那時候小,不懂東西 大過了之後才知道 其實這種的香港製造 是融入了一份香港人的象心 鎖了一個位置是香港的深水埗 話說去年我都來過一段香港 去拜訪了 這個香港月餅界的泰豆 葉永華師傅 他們的月餅那時候是非常好吃 於是去年我是吃不到他們家的月餅 買到斷了 今次再過來聽聞黃月有新店開張 葉師傅有新的餃子 所以特意過來拜訪一下他們 看看新的餃子 好吃 真的很多東西 很難看 尖沙咀 我們來香港的別猶打卡地 的嘉年威老道 會看到黃月餅藝 這次是黃月有新的餃子 上次來香港和黃月有新的餃子 也有新的餃子 有新的餃子 但今次來香港的餃子 是餃子 但這次來香港的餃子 是蛋餃子 很久沒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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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誇張我大哥 你嚇壞我 去年中秋前到現在 但我看到很多都是蛋卷 蛋卷 蛋卷 你又撒家嗎 進來都聞到好吃 香是一回事 好吃 有啤酒 我咬了一下 到兩下就盲開了 你這個餃子很漂亮 我喜歡它的味道 香但是不膩 有些蛋卷 我們的食材真的很好 口感不用多說 跟剛才一樣 你這個說話適合茶味 就中和了那種乾乾的口感 真的有喝茶的感覺 對 誇張一點 利底生樽 這個誇張了 但有這個感覺 嚴髮很久了 整年了 因為你這麼多款的食材蛋卷 你都要嚴髮很多次 你12款 哪個最容易 那本12款最難 師傅 或者你介紹一下身邊這位 是 我是40年 我唯一的徒體 拿了兩粒星的米芝蓮 我們叫米奇林 對 米芝蓮 是大槌 很厲害 普通的原味的蛋卷 就是四樣的食材 這個是法國的鹽牛油 這個漂亮的砂糖 這個是湖北的雞蛋 蛋香味較濃 我們試過很多隻蛋 但法國是湖北的雞蛋 是最重的 所以我選擇 現在要吃一會兒 比較折磨 對 吃一會兒 和湖北的就是 十二种口味,十二种口味都不同做法 好像樱花虾,我们有大小的虾,小的就搅碎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只远远的虾 另外,咖啡咖啡又要最精华的五秒钟的咖啡 让你再久一点的那些夹了 因为每一种食材,鲜厚和加减不同了 我为什么会想起来做蛋卷呢? 就是我自小的时候,在街边多数有很多小贩 去推着现场的蛋卷 所以就让我现在一个回忆 我希望每一样的以前的中式的饼吃 都可以给现代的人去接受 现在可能你不喜欢吃以前的东西 可能你的食材包装不会吸引 可能你不喜欢吃那样东西 或者我帮你做到吸引到你吃 想吃到两位大师的手制 除了真的来到香港这边 在我们的黄月饼店买之外 看到屏幕上有一个马出现了? 可以拿一张购买之后 拿一张购买之后 来到香港尖沙咀的黄月饼店买 你就可以领到这份价值 港币118元的蛋卷礼盒 有4种不同的口味 所以有限到7月的 所以扫定它,留住了,下次来香港 最后你记住,摇大秋是有吃完全世界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